男人苦练肌肉两年半 只是随手抬起右臂就可以控制心脏加速攻击 让紧窝的拳头直接大上一拳 力量更是瞬间提升十倍不止 见此凯巴尔也不甘示弱 只见他眼球泛白 全身上下都充满强大的斗气 恐怖的能量甚至令周围的空间都开始扭曲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凯巴尔缓缓地走向奥利巴 他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可怕 180公分的骨架里有着超过150千克的肌肉 在这副恐怖的肉体下隐藏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但凯巴尔却毫不畏惧 因为他也有着秘密武器 顺着凯巴尔手指的方向 众人惊讶地发现 奥利巴那树立的西服竟然倒了下去 而这就是凯巴尔的绝技 人们不断地在变强的道路上自我改变 到头来为了追求速度从而舍弃力量 可无论如何都弥补不了自身的弱点 就连气功的呼吸法也经历几次技术上的革新 因为他们都忽略了一点 那便是支撑 哪怕有着四千年历史的华夏武术 也只是认为支撑就是脚踩地面 拳击 相扑 各种格斗技都没有探究如何协推地面 难怪他们只会依靠自身的蛮力 但凯巴尔却掌握了这项绝技 只要脚下接触地面哪怕一毫米 他就可以利用来自地下6378千米的地心引力 说吧凯巴尔边一角将奥利巴放倒 光芒消散 只剩下凯巴尔享受着众人的欢呼 可就在这时 任牙竟然带着米国总统出现在这里 这么精彩的剧情 你不会是独自观看吧 一个人看剧感觉孤单 就去探探找个女朋友陪 探探上面好多漂亮又温柔的小姐姐 脱单可快了 下次追剧害怕了就可以抱紧女朋友了 没想到永次郎也来到了监狱 并且还表示要将地表最强生物的称号赠予凯巴尔 在看到这对地表最慈笑的父子有说有笑时 凯巴尔才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 果然在现实中 他已经被奥利巴打得失去了意识 看到被打得笔直的凯巴尔 众人全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毫无疑问 这场对决最终还是奥利巴获得了胜利 此刻没人再敢质疑监狱之王的实力 可偏偏任牙却有着不同的想法 奥利巴告诉任牙 凯巴尔之所以会疏是因为他借助了外领 而自己早就已经把肌肉练到天下无敌 其实一直以来奥利巴都竭力抑制自己的肌肉 如果哪一天他松懈下来 他的皮肤会被当场撑破 直到压扁在场所有的饭人 甚至是摧毁整栋监狱 最后直冲天井 听完奥利巴的话 任牙满脸的不敢相信 可他却不知道 奥利巴每天都要摄入超过一万卡路里的食物 换算成饭团相当于五百个 可即便如此 他依旧可以将体质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内 因为他的肌肉就像火箭发射器的燃油箱一样 而为了能够抑制体内不断扩张的肌肉 奥利巴就连一颗也不敢松懈 说吧奥利巴将手搭在了任牙的肩膀上 紧紧一击 任牙就被瞬间拍飞了出去 强大的力量不禁让他想起老爸犯马永次郎 但很快任牙就稳住了身形 可正当他打算和奥利巴大战一场时 却没想到奥利巴居然向他表示道歉 其实奥利巴并不是为了战斗而锻炼这身肌肉 真正的目的 只不过是为了能够抱起心爱的女佣玛利亚